嗨,這是Boo 哈囉,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呢 就是因為 作為狂犬家 我最近在台灣的狂犬家 很擔心在台灣的情況下 所以我想要藉這個機會呢 跟大家談論一下 也教大家 關於狂犬病 在台灣發生的這些情形呢 我們的英文 有些單字要怎麼樣去學 還有怎麼樣去運用 好 那我在這邊呢 就要講到就是像 第一個我們要認識狂犬病 這個英文要怎麼講 對不對 R-A-B-R-E-S 它的發音叫做 Rabies Rabies 好 那OK Rabies Ray 然後Z 的結尾音 Rabies 好 那我們知道其實狂犬病 並不是在狗狗或貓貓的身上發現的 其實是在幼歡身上發現的 以前我們都還不知道這種動物呢 那幼歡呢 他們的英文怎麼講 他們的英文叫做 Ferret Badger Ferret Badger Ferret Badger 那我這邊就造一個句 就是說 A lot of ferret badgers have been found to be infected with rabies 好就是說 注意一下這邊的文法 就是have been found 就是被發現呢 然後就是to be infected 被感染了 感染什麼呢 with rabies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 我們現在大家怎麼不用驚慌啦 其實就是做好 善盡 做主人的責任 要帶狗去打狂犬病疫苗 我們家Yuli呢 其實大概三個月前 就已經打過狂犬病疫苗了 但是 所以我就不擔心 那當然大家記得一年要打一次喔 台灣在對這方面不是很關切 大家好像注射率只有三成過去 那所以現在大家就蜂擁而上要去打 那所以現在造成什麼樣的情況呢 造成 就是the rabies vaccine 先講狂犬病疫苗就 Rabies vaccine Rabies vaccine And the rabies vaccine is in short supply now The rabies vaccine is in short supply now 好 因為大家都趕著要去齁 那所以現在呢 供應量就不足啦 大家可能要等一等齁 也不用太擔心 過一陣子就會有了 只要去登記 然後呢 之後就會通知你去打預防針 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 因為我不曉得 就是說 政府他們 如果說這疫情再擴大的話呢 會怎麼樣處理 是不是已經有在撲殺野貓野狗 我 有一點點不是很確定 但是如果有這樣事的話 我絕對是強烈反對 所以我們 我相信大家都是這樣的心態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說 I don't agree that the authority of tackling the island's rabies outbreak through calling stray dogs and cats I don't agree that authority of tackling the island's rabies outbreak through calling stray dogs and cats 好 我絕對是不贊成就是 政府是利用就是撲殺野貓野狗的方式來 解決我們在這個島上 就是狂犬病的這樣子一個問題 好 那另外的話呢 就是我們不要去欺養狗啊 不要abandon your dogs and cats and 看到很多人去欺養 其實還蠻難過的 因為其實到現在都沒有真的有狗 發生過什麼事情啊 好 不要這樣欺養啦 他們很可憐 那我最近還看到我的好朋友 在Facebook上我看到他 去收容所 去領養了狗狗 因為很多狗狗被欺養 我覺得這是 是一件非常admirable的事情 希望大家都可以有這樣的愛情 然後記得要養狗 養蟲的之前呢 真的要多思逃 啊 我補充一下就是 vaccine 那如果說是動詞的話呢 叫做vaccinated if you are 像Yuli的話 她就是 she's already vaccinated against against rabies vaccinated 就是已經注射了疫苗 什麼疫苗呢 是要抵抗 狗犬病的疫苗 因為它是預防針 所以 get vaccinated 對不起 get vaccinated against rabies OK 今天課程到這裡啦 希望對你們大家有用囉 好好的照顧狗狗跟貓貓 牠們都是生命 OK 今天這樣啦 掰掰